要开始来做有关于循序逻辑的部分 那循序逻辑 因为我们已经把算术逻辑都做完了 算术逻辑从SOR做全加器 加把器加减器做到LU 所以算术逻辑基本上都做完 那电脑除了算术逻辑以外 另外一个要储存东西 所以要循序逻辑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使做的是循序逻辑的部分 那我们从杂集开始实做 那最后一直做到暂存契机 那杂集的部分我们做最简单的就是 SBAR R BAR搜索器 这个SBAR R BAR搜索器 那图是这样嘛对不对 图是这样 那输入是SBAR和RBAR 然后经过一个NAND 然后输出Q和QBAR 那所以我在程式里面 我就完全对应这样写 我一个搜索器 应该写SR搜索器 它的输入是SBAR和RBAR OK 输出是Q和QBAR OK 好 那我要怎么接呢 就是用NAND 刚刚的不是有两个NAND杂吗 那把NAND杂的这个 请注意哦 它的那个目标在前面 所以它是把SBAR呢 输入 那另外一个输入是谁 是QBAR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这个SBAR输入 这个SBAR输入对不对 另外一个输入是谁 另外一个输入是QBAR 对不对 所以把QBAR和SBAR输入 它的结果是Q 是Q QBAR和SBAR输入结果会是Q 那另外这一根呢 这一个杂呢 就是把RBAR跟Q输入结果是QBAR 所以是把RBAR跟Q输入结果会是QBAR OK 那这就是这两个杂的用途 所以我们的组程式很短 组程式短得不得了 那测试程式本来很长 测试程式 我设定了SBAR、RBAR 那输出是Q和QBAR 因为这两个是要指定值的 因为输入嘛 输入在测试的时候 我至少要给它一些值 否则的话 没办法输入 所以这些我用暂存器 那这些就用Wire输出就好 那LASH LASH就是刚刚那个拴锁器 那在测试程式里面 我们通常都写DUT Design Unit 那它这一个就是SBAR、RBAR输入之后输出Q和QBAR 这是我们的刚刚的几个参数 那我一开始把SBAR设成0 RBAR设成0 每50的时候我把SBAR加1 每100的时候我把RBAR加1 然后我去monitor 我去monitor SBAR、RBAR、Q和QBAR的这四个情形 那最后在1000的时候我结束 那结果你会发现我编译执行之后 SBAR、RBAR、Q跟QBAR的结果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 在真值表上面 这个SBAR如果是0的话代表是设定 所以0是设定Q就等于1 QBAR就等于0 SBAR如果是1的话代表是 RBAR如果是0的话代表重设 所以这时候Q会等于0 所以前面两个看起来没错 SBAR和RBAR如果都是1的话呢 它代表状态维持 这是双索器的状况 状态维持的话 所以它没有变 有没有看到 这两组的Q和QBAR没有变 所以状态维持 那如果两个都是0呢 它的输出会两个都是1 这是我们完全不想看到的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电路不要落入 这两个都是0的情况 OK 那其他的都一样 我们只好看这四组 其他就是重复的 所以这一个城市 各位可能要 要怎么讲 其实这个城市我觉得反而很有 很有趣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只做那个 暂存器的转移而已 它本身呢 还会具有 真正模拟那个反围杂 就是反围线路的那个 循序线路的状况 那它模拟的很好 所以我们的输出 都完全真的就照电路的输出是一样 所以它这个模拟其实 我相信是很有诀窍 可以很仔细去研究一下 它到底这种模拟器是怎么写的 它连这种有 倒沟的这种线路 它都可以模拟得很好 这个模拟器实必有一点学问 那请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 把这个担锁器去执行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